水球砸臉 麵粉撲人 来以立委示进杯葛怪招 被嘲讽国会版Color Run 立法院长苏嘉全紧急下禁令 开会近代鸡蛋 水球面粉 汽笛等危险物品 只是只有规范要点没法则 孔伦为道德劝说 希望说国民党的委员能够自治 如果再有类似情为发生 我们也希望立法院可以定出具体的法则 来要求他们要具体的改善 我觉得道德劝说的层次 很难远待于实时的客气 因为第一个立法院不是指法机关 不过立法院还是可以用 防御工作的方式 把规定的人民送好办 那到时候就看这个法院怎么才做 绿营立委呼吁蓝军自治 但要是偷渡这些违禁品进入议场 顶多被门口去魏警拦阻 无法可罚 嚇阻效果有限 民进党过去的所作所为 其实大家都心知肚明 他们用大索 用三秒交 用铁椅子等等 其实过去民进党是开山始祖 蓝维反击 通批民进党在野时代 大索铁链 现在却恐惧水球面粉 不过用道具最怕伤到人 十一年前武党籍立委李敖为阻挠军购案 耍弄电极棒铁链还猛喷催泪瓦斯 警方表示携带催泪瓦斯和电极棒 违反设置法 甚至可能触犯伤害罪 除了道具管制外 苏家全也发文禁止助理或不相干人士参与卡 不听劝阻就强制离场 从人员到物品管控 确保意识攻防的安全性 记者张凯亮 邵运民台北报道